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2月20日 星期一 武漢的醫保抗議 仍然是持續 當局已經是 要大力的去秋後選項 每天都派人去每個家庭 恐嚇也好 威脅也好 叫人不要上街遊行 否則 所以就說 會用六四的方式去對付你們 要你們禍言三代等等 不斷的恐嚇 這次 當局的醫保 更加發起第二輪宣傳攻勢 一直就發了很多短訊 這些短訊 反而令到職工更加不明白 他說 這次涉及面很廣泛的民生問題 照計 要經過很長時間的審理 審核 聽證 徵求意見等等 誰知道當地醫保局只是一張通知 就沒有了 推出這個 有史以來應該是最大的一次醫保改革 將工人 280多元 減了200元 只剩下80多元 甚至乎有些沒有得付 那麼闖存的決定 那麼粗暴簡單 那麼激進盲動 當然會受到質疑 反對 民意反彈很大 這次 這些當地醫保局開始做事 他們逐家逐戶放宣傳搜冊 叫學生 幫家長做思想工作 你們不要讓家裡的老人出來搞事 很多退休老人家 仍然是 不賣帳 繼續反對 他們發了三條短訊 他們的短訊內容就說 在2022年 全國基本醫保基金 的當期結餘 有0.63萬億元 即是6300億元 基金保障能力穩健可以持續 建立普通門診統籌等 老病號和老年人 是改革最受益最多的群體 你們放心 你們有好處呀 第2個短訊是什麼呢 個人賬戶的資金還要重溫放生存 分子收入 沒有加密收入 不是福利 其實這是不是福利 是人家供上 porque 湖北省說 這個醫保局 居民朋友你好 近期一些省份職工基本醫保的門診 或者局控女其 ещё both zwei 共濟保障機制落地實施 人民日報就熱點問題採訪了有關專家 專家表示 在社會醫療保險的大框架之下 個人帳戶的資金是看病前 而不是工資收入 也不是福利 個人帳戶以及個人職類 畢竟有限 需要有堅實可持續的醫療保險 實現社會共濟 才可以化解疾病風險 長遠來看 每個人都會在改革中獲益 《人民日報》還繼續說 職工醫保門診共濟保障制度建立之後 武漢等地 商界出台了一系列的醫療機構變民服務政策 目前 武漢市有682間定點醫療機構 5094間定點售藥店 以及立日門診統籌保障範圍 後續 武漢是不斷深化職工醫保門診共濟保障機制改革配套措施 這些字複雜也不知道 即是說 有賺東西啦 總之名益你啊 你們不要這麼吵 第三條短訊 就說 改革的紅利 是將為及最廣大的群眾 現在是賺你們啊 你們的200元扣起 儲存在我身上 我替你儲存一輩子 好像正裝追女生 大家有沒有看 正裝追女生 建叔 馮瑞凡說 我替你儲存錢 替周潤發儲存錢 儲存到他 結婚 結果錢當然是沒有儲存 當然是被洗了 他說 居民朋友 你好 近期省份的職工 又說質疑這個制度 新華社採訪了權威專家解讀這次 醫保改革熱點問題 醫保個人帳戶長的錢減少了 並不意味 參保職工的醫保待遇降低或損失 個人帳戶減少的錢 將會轉化為統籌基金的大 大池子 早大的池子 統籌基金不單止收支平衡 而且有建議 調整個人帳戶 調減當期計入 沒有動過個人的歷史的醫藥結存 改革後 參保人可以把個人帳戶的錢用給老人 以及其他成員 將 提高家庭應對醫療風險能力 改革將充分考慮到對老百姓 醫藥機構等利益相關方的影響 讓改革紅利為及最廣大群眾 目前 武漢市經優化配套措施 在前期一千多間零售藥店試點的基礎上 將第二批4065間定點零售藥店納入醫保範圍 看了這三條訊息 職工更加想不明白 為什麼呢 第一條 涉獲了一個焦點問題 就是現在基金 竟然剩下0.63萬億 大家知不知道2020年 即是兩年前 這個建議是3萬1千多億 現在你沒有了2萬多億啊 這2萬多億去了哪裏 人們不禁要問 2萬多億去了哪裏 我可以負責 2萬5千億沒有了的話 有一半的錢 是被習近平的家族吃了 包括習近平的弟弟習遠平 他老婆那邊 姓張的家人 是搞了很多核酸機構 他們賺了幾千億 然後他們的姐夫 姐姐 全部出來做大生意 核酸機構就給你賺光了 全部的錢都給你賺光了 所以 有一半給他賺光了 我覺得很合理 另一半 當然是浪費 大家做了一千多次核酸 核酸 有沒有對你的病情有任何幫助呢 是沒有的 核酸可以醫病嗎 可不可以退銷嗎 也不可以 核酸除了浪費錢之外 是沒有任何 所得 醫保兩萬多億就是這樣被習近平 掏空了 做了一些不切實際的事 沒有增加到一間醫院 沒有增加到護士人手 沒有增加到中國的醫療開支 全部 是浪費 這件事其實是很嚴重的 大家想想 他一浪費就浪費了兩萬多億 但是現在 黑扣一個地方 例如 這個武漢 200元 扣了你的 不給你也好 200萬個 只是4億 一個武漢就有40多億 當成50億 有全中國有多少個武漢的城市 好多 起碼也有100幾十個 還有一些小一點的城市 加起來是不是真的要幾萬億呢 我想要 根據社科院預測 全國醫保基金的當年結傳 2026年將出現首次的缺口 到了3、4年 累計結傳就會變為負數 2035年 這個缺口是會接近一萬億 是不斷的 因為隨著人口老化和過度的醫療開支 全國保險缺口 是會提早到來 我們 今天早上有一個節目就是講中共 高幹涂空國家的問題 大家都知道 中國其實真正用於全民醫療保險是沒有的 有的 全民醫療保險就是官員 所有官員全部都獲得免費的醫療 他們的陷家 生養死狀 幾乎國家包辦了 而且他們的病 還有 很好的待遇 他們去一些頭等病房 豪華病房 一個省部級的幹部 醫病就要花300萬一次 醫院花300萬一次 你想想 你們200元扣 要扣多少人才能夠給一個官員 15000人 要扣起你們15000人才能夠付錢 中國的問題是甚麼呢 最大的問題就是 共產黨 有共產黨 有鑄米大蟲 他們 他們就是 吸絕你們 鮮血骨髓 的毒蛇猛獸 你們要打倒的對象就是他 要不然要唱國際歌 國際歌裡面的反派就是共產黨 是不是 好了 現在醫保沒有人相信 共產黨出來說洗白 其實沒有問題 只是 數字問題而已 把你們的戶口的東西放在阿公那裏 你放心吧 阿公好靠得住的 阿公靠得住 豬那都會上樹啦 是不是 以前的標語口號是甚麼呢 社會主義好 政府來養老 大家就把錢放在政府 政府幫你儲起他 到你老了就給你了 現在就一樣 他叫你儲起他 將來會給你 問題就是 儲起他 拿去洗 他哪有用跟你交代 你有甚麼能力去監管他呢 你們有沒有能力去監管他 有沒有傳媒 有沒有獨立的傳媒 沒有一個司法 獨立 任何東西都沒有人可以制止到他 他喜歡洗就洗光了 洗凸也行 還要拿著 醫保這檔出去 融資 還要欠一大筆帳 到時 和你每人收回的錢 剛剛我們收到一個內地網友報料 她媽媽之前做過手術 隔了10年8年之後 社保局 醫保局 追回十幾萬 現在我們國家政策 原來當時不應該幫你做手術 所以做手術花了十幾萬 麻煩你給回 你瘋了 你到時 你告訴你 國家其實是不應該幫人民的 所以你所有錢都要給國家 這樣就更好 過去的十幾年都可以追回 現在真的沒有錢 沒有錢就想起韭菜 所以永遠都是你們這些韭菜受苦 所以現在 我們看到共產黨到處鎮壓 沒有辦法 這是共業 你們 縱容這個政權 存在 現在就要 吃苦果 這次時間 我們暫時說到這裏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 論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許可朋友 訂閱Patreon 大家多點互動 幫忙推高推送率 多謝大家支持 拜拜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在黑池 有了三座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起 也有比較大的家庭房 我們只是收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的話 實際上 如果你住滿一個月的話 就可以收回按金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裏住 也覺得很方便 我們 已經在這年多裏面 已經接待了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合作社查詢 這個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 你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怕封網 尤其是可能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本來VPN也是這樣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PIA 因為它做了贊助 我們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就是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所以將成為 沒錯 以後我們都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